这一台就是小杨体验了250天的15片目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来讲讲它的优缺点 以及在16要发布的当下是否值得选择 首先就从价格开始 从最初256G的官网价格要去到9999 那个价格真的是贵到毫无人性 好在半天后第三方平台直接干到了7000多 但是在咱们家这种256G的亮机超薄方案的版本 现在只要55张搞定一台 它也打破了iPhone降价幅度最大的记录 其次就是充电和续航 15片目大的的是4422毫升式的电池 按照小杨使用情况一天一充的话都绰绰有余 但是这个充电慢的臭毛病真的还是改不了 甚至想到2024年了居然还用着不到30瓦的快充速率 然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性能已经发热了 这个的话你是需要重点考虑的 A17 Pro的性能足够强大 8GB的运存也能保证你六七年玩游戏不会卡 那问题是持续的高强度游戏机身发烫会比较严重 所以说你想要最高效率榨改你的15片目 请别忘记加一个散热倍加 还有就是这个屏幕用下来确实要比标准买的更加的清晰通透 但今年的亮度都是十分统一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Pro系列专属的高刷 当然的话它这个接口也改成了Type-C 能够实现外接硬盘高速传输等等功能 所以说小杨基本上日常拍照拍视频都不会有什么内存焦虑 所以总的来说15PM的优缺点是十分鲜明的 如果说你看中屏幕手感拍照续航 那么无论是全新还是二手都非常值得考虑 反之如果说你对发热快充有硬性要求的话 建议你还是看看安卓旗舰吗